好,讓我們再稍微深入 讓我們再稍微深入比較一下 讓我們再稍微深入比較一下 就是原廠的搖桿跟這個PowerA的Fusion Pro 3 到底摸起來怎麼樣 就是它的觸感啊,它的按鍵的按起來 到底有什麼差別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 那我們接著 那我們再來分享一下我們的搖桿 原廠的搖桿按起來啊 搖桿的部分啊,操控起來 那我們再來分享一下我們搖桿 原廠的搖桿跟我們這個PowerA Fusion Pro 3的搖桿按起來啊 跟它的蘑菇頭之類的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待會再來分享一下我們玩遊戲的體驗 就是像是震動馬達啊 或者是整個操作感覺怎麼樣 為什麼 我先別殺一下 Nei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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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分出三個比較不一樣的 那跟原廠的搖桿有三個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觸發的LTRT這個壓的深度不太一樣 原廠的搖桿看起來是稍微深了一點點 那這個PowerA的搖桿稍微就淺了一點點 就是你的 那原廠的搖桿這個LTRT 原廠的搖桿LTRT這個部分 這個整個行程稍微深了一點點 所以你的觸發就可以有更細微調整 那原廠的搖桿LTRT的部分 這個觸發的深度深了一點點 那這個PowerA 原廠的這個LTRT的觸發深度稍微深了一點點 那這個PowerA就淺了一些些啦 那就是看你因人而以 看你玩的遊戲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需要深一點的觸發 讓你更靈敏的去控制呢 還是你要淺一點的觸發 就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做更快的 觸發 原廠 原廠的這個LTRT的觸發 它的深度是稍微比較深的 那這個PowerA這一款呢 它的觸發行程深度最深的話 就比較淺了 但是你還可以讓它更淺 淺到一個 按一下就直接觸發的概念 那這就是因人 這就是因人而以啦 就看你的遊戲到底有沒有 那這就因人而以啦 就是看你的遊戲到底有沒有 那這就因人而以啦 就是看你的遊戲有沒有讓你 那這就因人而以啦 就是看你有沒有這個深的觸發 行程有讓你的遊戲獲得優勢嗎 那這就因人而以啦 就是看你的遊戲到底有沒有這個比較深的觸發 有讓你有獲得優勢嗎 還是可以讓你去調整 比較淺的還是超級淺的觸發 讓你有獲得優勢 這就是看你個人喜好啊 那這個就是看個人喜好 還有你玩的遊戲 就是你這個觸發行程 到底要多遠 就是看你的個人喜好 這個觸發行程就是看你個人喜好 還有你玩的遊戲到底是什麼 來決定說你到底 喜歡原廠這種比較深的觸發 還是這種淺 然後還可以更淺的觸發 那這個觸發 那這個觸發 那這個觸發深度就是看個人喜好 就是你喜歡這種原廠這種很深的觸發 你就會有很多細微調整 還是你想要這種比較淺更快的觸發 還是更淺可以即時的馬上觸發 那這個就看個人喜好還有玩的遊戲啦 就是你喜歡深的觸發 還是淺一點的觸發 還是更淺的觸發 就是真的是暗 暗一點點它就可以觸發 這種 那這個觸發深度真的就是看個人喜好 跟你玩的遊戲到底有沒有獲得 支援 那這個觸發深度就是看你的個人喜好 還有你玩的遊戲到底有沒有支援 那你如果沒有觸發深度的感應 那你如果沒有觸發深度的感應 像是你玩射擊遊戲 那只是要扣板機而已 它根本沒有說暗一點點跟按全部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像是PowerA就可以來調整說 我只需要短短的觸發 那原廠的這個就是沒有辦法辦到 永遠你要玩什麼遊戲就是這麼深 你要整個按下去才可以觸發 那目前按起來 那目前這樣按起來就是我們所有的上面的按鍵 我們PowerA這一款的搖桿 它按起來是比較扎實的 比較硬的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搖桿的按鍵的部分 我們整個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按鍵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整個PowerA上面的所有按鍵的部分 都觸發壓力會比我們原廠的觸發壓力還要少一點 大了一點點 那我是覺得 那我是覺得我們整個PowerA 那我是覺得整個PowerA Fusion Pro 3 都比這一款搖桿上面所有的按鍵呢 按起來的觸發壓力都比我們原廠的搖桿還要再大了一點點 就是我們要花稍微更用力的力氣才可以觸發我們的按鍵 那這就是也是看個人喜好吧 那你喜歡比較輕鬆的按我們的按鍵呢 還是我們可以有比較用力 有比較強的彈簧回饋的感覺 就是看個人喜好 那我們整個按鍵的觸發壓力跟這個搖桿蘑菇頭的觸發壓力就是 那整個搖桿的按鍵觸發壓力跟這個蘑菇頭移動的壓力就是我們需要花多少力氣才可以按這些按鍵 那整個按 那所有按鍵的觸發壓力跟這個蘑菇頭的移動的力道呢 那我覺得整個在PowerA Fusion Pro 3這一款搖桿我們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就是更彈的彈簧更紮實的按鍵啦 就是你需要更明確的知道我需要按這個按鍵才可以把它按下去 那我們原廠搖桿呢我們可能就是輕鬆的 Jesus Christ 那我自己這樣按起來我是覺得原廠 我自己這樣按起來的感覺我是覺得這個PowerA Fusion Pro 3 它所有的按鍵跟我們的搖桿這樣子左右去調整的壓力力道 我們會需要用比較大的力道 它可能彈簧用的比較強 然後我們的按鍵也觸發壓力 那比 那我自己這樣用起來就是我們在PowerA Fusion Pro 3這樣子的觸發壓力 那我這樣用起來我是覺得PowerA Fusion Pro 3這一款 比原廠的觸發壓力稍微再大了一點 就是我每一個按鍵 按下去的按鍵力道會稍微大了一點 就是彈簧力道稍微大了一點 就是回饋可能更明確 但是你也需要花更大的力氣才可以把它按下去 也是看個人喜好 那我們蘑菇頭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左右的彈簧 就是上下左右這個彈簧 也是力道稍微大了一點點 那原廠的可能是稍微就是 就是可能會比較容易誤觸嗎 或者是比較不小心撥到之類的 那Fusion PowerA就是比較扎實 你需要用比較大的力氣才可以把它推到另外一個方向這樣子 一樣也是個人喜 一樣就是看個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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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個D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我們這個D Pad 最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我們下面這個十字架的D Pad 我自己是覺得按起來差距還蠻大的 這一個是比較大的 這一個是比較像薄膜鍵盤那種 下一個就是我們這個D Pad 下一個就是我們這個D Pad的部分 我覺得差距也蠻大的 這整個就是 下一個這個我覺得這兩個搖桿差距比較大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D Pad 在按起來兩個字完全不一樣 就是原廠是這種 咔嚓咔嚓 click click click的這種 按下去就會掉下去 就是比較Tactile 就比較有一個斷層的感覺 按下去它會很明顯的就 噢掉下去這樣子 那這一個Power A 它這一個就有點像是你在按筆電的那種鍵盤的感覺 就是薄膜鍵盤那種 就是朦朧模糊 然後就是一個 這樣有沒有形容清楚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反正一個是咔嚓咔嚓 一個是 所以這個Power A就是按起來會比較安靜 比較不會有這種 咔嚓咔嚓的聲音啦 也是看個人喜好 那就是 嗯 對 看個人喜好